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20年前迪丽热巴颜值如何? 网友热议 满满兰州拉面位 太逗了 20年前的迪丽热巴 还未成名 在娱乐圈上属默默无闻之辈 她只是街头一位与有人热聊的平凡女孩 据说是一位热爱生活的旅行家 手持相机在新疆的街头随意漫步 无意间捕捉到了这位未来超级明星的青涩模样 她的身上是否散发着那种独特的 令人难以忘怀的兰州拉面的味道 亦或是那浓郁的烧烤自然香 她身穿着土黄色的毛质秋衣 看起来价格并不昂贵 在地摊上 这种衣服大约只卖10至15元 她的头发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而是简单利落地盘成了一个林家常见的丸子头 说实话 小编实在看不出她的五官 有什么特别精致或突出之处 人们常说的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在那里 每三步就能遇到一个迪利热巴 每五步就能遇见一个古力纳扎 这样的美女实在是随处可见 总之 她的气质从头到脚透露出一种朴素无华的平凡气息 绝对是个乡村姑娘 她的眼神中当然流露出对世界无尽的好奇与向往 笑起来的时候也十分天真无邪 至少给人带来一种纯净美好的感受 然而 命运的宠儿机遇 却偏偏忠情于她 而忽视了她身边的那位 实际上 细看之下 她身旁的小姑娘也很漂亮 尽管只露出半个侧面 但细心的网友们还是注意到 她眉目间流露出几分洋影 Angela Baby的气质 设想一下 假如当年资本力挺的不是迪丽热巴 而是左边那位姑娘 热巴是否会像许多新疆女性一样 戴着头巾 一只手抱着孩子 另一只手熟练的整理着碗筷 或者与丈夫一同前往广州城中村 开启了一家兰州拉面的小店 虽然赚的不多 但每当看到老公平繁忙的里里外外的忙碌时 心中便感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 当然 热巴作为上帝钟爱的女神 必然高贵典雅 绝不会去经营兰州拉面馆 迪丽热巴如今已是娱乐圈的顶尖明星 她的气场较以往有了巨大的提升 从一个平凡的小女孩 蜕变成一位气场十足 自信从容的女性 她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眼神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让人无法抗拒地被她吸引 回望20年前的照片 我们不仅感慨时间的流逝 更硬重视资本的力量 其实只要有博乐赏识 人人皆可成明星 因此抓住机会至关重要 如果你遇到了 一定要紧紧把握住它 让我们共同期待迪丽热巴 未来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